今天是第二十七起古改班 学习的结业 五天 我们想一想第一天走进来的时候 和今天我们发生了那些改变 今天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七月二号离建党正好多了一天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过 在华盛顿 在毛主席 在邓小平 在林肯出生的那个日子 他们周围的人也并没有觉得 这一天有多么了不起 但当他们叱咤风云改变世界的时候 后人们却总结 这一天真的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想我们应该记住今天 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或许今天会变得非常了不起 因为这一天 我们研讨了自己的古改方案 若干年以后 我相信我们的古改班里 一定会走出中国之最 中国最大的餐饮连锁 中国最大的调味品 中国最大的红幕公司 就可能从我们这走出来 我希望大家好好换换名片 把今天这些人的名片留着 将来你一定会有机会说 他当年跟我换名片的时候 我的已经发完了 我只给他写了个纸条 这个人将来或许会成为乔布斯那样的人 让我们珍惜今天 我们这些人今天不干了 我们下辈子的钱已经挣到了 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努力 这两间是欧洲杯 我们完全可以放松自己去看球 并未去参观奥运会做准备了 但我们没有做这一切 我们走进了钓鱼台 国宾馆的客堂 我们走进了古改 我们五天五夜 大家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 人都是为梦活着 我们的梦做了很多年 我们少年时候的梦是不用上学天天过年 我们少年时候的梦是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我们成年的梦是希望事业有成 家庭生活幸福 我们是带着这些梦来做今天的事情 所以最后的课程总结 我把它叫为追梦 我这一生做过许许多多的梦 我有过许多的梦想 但有一个梦曾那样深深地打动了我 几十年前 在美国 黑人受到歧视 黑人上汽车要走后门 许多场所参观是不接待黑人 阿里成为了世界冠军 他每天都佩戴着奥运会的金牌 可是有一天 他和他的朋友走进一个餐厅的时候 餐厅的招待说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不接待黑人 阿里说 我是阿里 我是世界冠军 但他得到的回答是 不管什么人 只要是黑人 我们就不接待 阿里回忆录里写道 他和他的朋友走到大桥上 他把金牌摘下来 扔到了河里 因为他知道 这个金牌 没有给他带来做人的尊严 所以阿里后来拒服兵役 他说 我不为一个看不起 我这个黑人的祖国去打仗 就在那个时代 有一个伟大的人 他呼吁着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他就是黑人的民权领袖 叫马丁路德金 因为种种原因 他当初的演讲 我没有听到 而是过了十几年以后 我才看到了 他的那个伟大的演讲 叫做 我有一个梦 就在黑人被歧视的那个年代 他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 对着上百万的美国人民 对着全世界的人民 讲了他的梦 他说 我有一个梦 我希望有一天 对人品行的评价 不再因为他的肤色而做出 他说 我有一个梦 我相信 总会有一天 在佐治亚的红山上 昔日奴隶的后代 会和奴隶主的后代 共叙兄弟 牛亲 他的梦 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 首先 唤醒了美国千千万万的白人 他们和黑人一起 为人去争得平等 我有一个梦的演讲 没有多久 马丁路德金 被白人准复主义者刺杀了 但是 他被刺杀的这一天 被美国人民命名为 马丁路德金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全美的人民放假 去纪念他 去年 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上 竖起了他的碑像 我很幸福地知道 这个碑像的设计人 是一个华人 其实 我这样和大家交流 我做这件事情 也有我自己心里的梦 很多人说你功成名就了 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还能做什么 比当年在七改尾叱咤风云 比你把公司 从街边店做成一个上市公司 能有更多的收获吗 我说 一定是会有收获 因为我心里 也有一个梦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走进千千万万个 家族企业的时候 因为我们今天的股改和劳动股份制 在这样千千万万个家族企业里 也很难区分 谁是打工的 谁是老板 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会有一个梦的演讲 那就是说 我们的股改 让千千万万个昔日的老板和打工仔 亲如兄弟 我希望 这一天真的可以到来 我希望 我的梦 变成在座企业家的梦 我们每一个人 回去把股改方案落实的时候 就让我们企业家的梦 变成十三亿中国人的梦 中国几千年 我们引领世界 但是过去两百年 我们一直被人欺辱 但我真正感觉到 股改 是可以改天下的 当我们用股改的方式 让中国企业兴盛的时候 我们就又有一次 引领世界的机会 其实今天 我们在想到股改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在内 可能我们在世的时候 看不到股改 给我们带来的那些荣誉和应有的利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为了未来 当年 在美国的一座城市 这个城市其实黑人 一个黑人老奶奶上汽车 因为不给白人让座 被关进了监狱 马丁路德金就号召 这个城市的黑人 不去坐汽车 真的他们就不坐汽车了 有一位黑人老奶奶 天已经很晚了 她依然在徒步走着 过来了一个好心人 二年出生 奥巴马就任总统那天 我一直在看 我真的觉得 马丁路德金的梦实现了 因为一个黑人 成为了美国人民的总统 我不知道奥巴马 是否还记得这个老人 但是奥巴马从白宫走向国会的就职宣言过程中 他下车了 他下车的地方就是当年林肯总统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地方 他对着林肯纪念堂深深深地居了一顿 我知道他这一宫是居给林肯先生的 但我更相信他这一个宫是居给马丁路德金先生的 在他这一个居宫中包括了对1953年那个用步行一直走下去的黑人老奶奶的尊重 我们这些企业家 我们什么都有了 我们拥有了一切 但拥有了一切之后 我们不要让自己没有了梦 当一个人没有了梦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未来 因此 庚者有其田 商者有其谷 要成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共同誓言 孙中山讲 庚者有其田 毛主席落实 改变了中国 但那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 今天 我们这些企业家 把商者有其谷的几个大字 写在蓝天 写在自己的心里 写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口碑中的时候 我们就在改变天下 五年 十年 二十年以后 当我们回忆起今天的时候 真的 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今天是我们27期古改班结业的日子 今天会结束 古改永远不会结束 人类对于理想 不爱的追求 永远不会结束 希望大家记住今天 普通的 普通的2012年的7月2号 但是 但是将来 当我们跟我们的后代讲起来的时候 今天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因为我们这些企业家 在这儿 讨论了古改 我们在用自己散财的行为 为我们的后代追求幸福 希望大家记住今天 记住古改 记住你身边的同学 记住我们的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